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關於物體移動的路徑長與位移 項列敘述何則正確 好,我們來看 現在說有一個直點 他從P點 沿著這個路徑到達Q點 那麼他的路徑長就是這一段 他的位移的話就是這一段 就是末位子減掉處位子 而且位移他是有方向的 他是往那邊 路徑長的話是這樣子 甚至如果這樣子的話再繞一圈回來 路徑長不等於0 但是如果位移的話 繞一圈回來的話位移等於0 或者說路徑長過去再回來 路徑長的話就兩倍的這段距離 去再回來 去也要算回來也要算 這個才是路徑長 那如果是位移的話 那就是末位子減掉處位子 或者是說 從處位子到末位子 形成的這個向量 向量就是說 有方向的線段 就是他大小就是線段的長度 方向的話就是由P到Q 我們現在來看A選項 路徑長相同則位也相同 這個錯啦 首先 路徑長 他說路徑長相同就兩個 路徑長相同 路徑長相同的話 位移他不一定一樣 比如說 路徑長相同的話 一個是這樣子 那一個的話呢 是這樣子 一個是這樣子 長度一樣 這長度一樣 但是位移不一樣 路徑長可能一樣 但是位移不一樣 這位移等於0 這位移的話呢 是等於這個 所以這是錯啦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B選項 位移相同則 其路徑長也相同 這錯 比如說 有個指點這樣移動過來 另外一個指點直接過去 他位移一樣 但是呢 走區線的路徑長比較長 所以他位移雖然一樣 路徑長的話不同 所以這個也是錯的 我們看C選項 同方向直線運動 就同方向直線運動 位移等於呢 路徑長 應該是位移的大小 等於呢 路徑長 所以的話 這個C選項的話 把它改成是說 同方向直線運動時 位移的大小 等於路徑長 那這樣的話這個就對了 就同樣方向移動的話 那路徑長的 這個呢 路徑長的大小 因為它是同方向的話 它沒有回頭 如果它過去再回頭的話 那路徑長跟位移就不會一樣了 它是同方向沒有回頭 就一直往前進 那路徑 這個呢 位移的大小 等於路徑長 這是對的 這樣看呢 D選項 路徑長 包括大小和方向 這錯啦 應該是位移 位移包括大小跟方向 所以D是錯的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是個小小的 那是個小小的 那是個小小的